消防隊後報 墾丁兩萬路 發生追撞車禍 趕到現場 之間一名路客 被捕小腿輕微擦傷 但第一名香港遊客 倒在馬路上 遞上一大攤血機 而且爐內出血 性命垂危 車禍發生在二十三號晚上七點多 命危的香港遊客 預計一年後和交往三年的女友結婚 但是因為女友喜歡臺灣 兩個人二十一號飛來 隔天在嘉義拍攝婚紗照 二十三號到墾丁遊玩 沒想到卻因為租借電動自行車 發生車禍 接連兩次都接到有問題的電動自行車 但店家關門 兩個人只好騎車在街上漫遊 沒想到賴興的香港遊客 卻在南灣路段 從左後方追撞同樣騎電動自行車 等朋友的大陸遊客 耐心港客爐內出血送醫 現在只能靠呼吸器維持生命 家屬想包醫療專機回香港治療 但因為醫療費用龐大 遭到保險公司喊卡 香港遊客腦幹嚴重受創 瀕臨腦死 女友加急到連話都說不清楚 醫生根據病情的現況 也認為不適合搭醫療專機 家屬現在內心徬徨無助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記者張崇華陳小谷評論報導